刚才讲 这个瓷头的摆壁 镜像的移动 我们称之为叫做寻道 这个是要花费一定的时间 要花费一定的时间 对吧 要花费一定的 然后呢 你寻道寻过去以后 瓷头移过去以后 你已经寻道这个道了 就是这个柱面 已经寻道这个道了 但是这个时候恰好 你要的扇区不在你的瓷头下 在别处 你是不是还要等 等它这个瓷盘转回来 转到你瓷头底下 对吧 所以呢 还有一个旋转的延时 好了 我们说这个扇区是一个弧形的 这个扇区的头 到你瓷头底下了 对吧 到瓷头底下了 你要把里头的数据读出来 是不是要等这个扇区 从头到尾要扫过来 对吧 这个头和尾要全扫过来 你才能把所有的数据读起来 对吧 然后整形啊 然后那个篡 篡病转换啊 对吧 一位寄存器输过去 所以呢 还有一个叫传输时间 所以瓷盘访问的时间主要是有这么三个部分组成 啊 三个部分 那么寻到时间呢 这个瓷头在里头寻到这个时间啊 这个就很有讲究了啊 很有讲究了 你怎么来寻 这有一个说法啊 所以接下来呢 就会有一个叫做瓷盘的调度算法 说的就是寻到 因为旋转延时啊 你没法控制 为什么说没法控制呢 这个瓷盘的转速一定 啊 我们知道现在比如说服务器上的瓷盘啊 SARS瓷盘 转速一万五千转 每分钟 那死的 啊 所以转一圈的时间也是死的 对吧 所以旋转延时 我没法来调度 啊 你运气最好 就是瓷头一道的那个柱面 哎 你要的上去正好在头底下 啊 最理想 最恶劣就是刚过去 最恶劣 你还得等一圈啊 所以平均是有一半啊 转半圈的时间 传输时间呢 也是跟它的转速有关系 对吧 你这个跟那个扇区的大小 以及它的转速有关系啊 所以你也控制不了啊 所以我们能够进行控制的 就是这个寻到时间 啊 寻到时间 所以接下来要讨论的这个瓷盘的调度算法 这瓷盘的调度算法主要是指着对寻到时间的啊 一个优化 啊 一个优化 那么 呃 我们考试大纲里头呢 就是这个瓷盘通过串口来做的啊 就是包括我们现在的赛塔硬盘 光纤硬盘 对吧 都通过串口来做的 所以瓷盘本身就是一个小智能化的设备 我们现在通过移动硬盘通过USB走 USB走的话 你更无法去控制里头瓷盘的那个瓷壁的调度啊 所以实际上这个已经已经做不到啊 但是呢 他他考试会考 我们还是说要要好好的研究一下啊 啊 好 既然刚才说了啊 影响这个瓷盘读写的主要因素是寻到啊 所以呢 我们瓷盘的调度算法最主要的目标就是缩短寻到时间啊 减少这个寻到的时间啊 那么我们知道这个道啊 这个道不就一个一个同心圆吗 对吧 一个同心圆 然后呢 在镜像的这个瓷头呢 在移动啊 所以如果不考虑这个瓷头的加速和减速 那么寻到的时间几乎啊 就跟你的寻到的这个啊 距离就基本上可以说呃 成正比啊 成正比关系啊 所以当我们在考虑一个调度算法的时候呢 主要就是通过计算他的这个寻到的距离多少 来衡量一个调度算法的优劣啊 那我们来看一下啊 第一种啊 叫做先来先服务啊 调度算法 先来先服务的调度算法 那很简单啊 假如说我们不同的进程 并发的进程 发出请求啊 要读某一块啊 数据块 这个数据块呢 啊 位于什么地方 位于哪一个词道 是吧 通过我们计算以后呢 位于哪一个词道 所以呢 来了一个序列啊 就要读这些啊 词道上的数据块 啊 要读这这么多 那么如果说我们不加任何处理的话啊 你需要哪个就哪个 那好 我们现在词道在53 来个98 跑到98 来个183 跑到183 来个37 跑到37 啊 所以呢 你看大掉脚 来回跑啊 所以把这个序列 所有的序列都 服务完 啊 都服务完的话呢 我们看到 它总共需要啊 划过多少个词道呢 640个词道啊 它的距离啊 而则上位时间啊 呈正比吧 我们假设说是640个啊 单位时间啊 但实际上呢 词头在运行过程当中啊 它有一个就是移动的时候 有个启动的时候 有个加速 到词道的时候 快到的时候 有个减速啊 所以它不是匀速的 它是有加速减速的啊 有那么一个过程啊 但这个过程呢 呃 比较比较短 所以我们可以认为 它是一个线性的移动过程啊 一个匀速的移动过程啊 先来先服务啊 可以啊 可以无所谓 可以那么用啊 当然你可能花费的时间 就比较多了啊 那么改进的算法是什么呢 可以采用像 我们调度算法当中的啊 最短寻到时间优先 这样的算法啊 最短寻到时间优先来算法啊 所以呢 当前的词头停在53 那么 离53最近的 我们算一下 这一个序列里头 离53最近的是多少呢 哎 65 那我先访问65啊 然后访问完65以后呢 哪个例65最近啊 67啊 到67 哎 67完了以后再查 跟谁最近呢 哎 发现是14 哎 那么一点一点的啊 服务过来啊 哎 如果我们采用这样的一个算法的话呢 一瞬间 我们寻到的这个距离 一下子少了很多 对吧 刚才640 一下子比236啊 所以看样子 这个调度算法的效果还是很明显的啊 那么 呃 还有没有更好的方法 嘿嘿 哎 更好的方法 当然还是有的啊 有的 叫做扫描算法啊 扫描算法 那么扫描算法呢 呃 有的时候也叫电梯算法啊 但是我我理解啊 这个我们后头还有一个算法叫做查看 电梯算法更像查看算法啊 呃 但是不同教科书上的叫法不一样 所以请大家注意一下这两个之间的一些细微的差别啊 那么扫描算法它是怎么一个做呢 哎 它是这样的啊 就当前磁头在53 那么按照他扫描的前一个磁头停留的位置 就根据他扫描方向啊 我像我们这个例子当中呢 他的扫描方向是往磁道减小的方向走啊 扫描方向往磁道减小方向走啊 所以我们就往那个方向走 那么他呢是不管你来的东西啊 需要访问哪些 反正我就是往一个方向走 预见需要读写的地方停一停 搭载一下往下走啊 往下走 往下走以后 一直走到零 一直走到零 零没有啊 你干嘛去啊 哎 扫描就是全得顾及到 对吧 然后 又回来 回来 这儿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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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儿有啊 一直到这儿啊 那么 我们这个数据是结束了 对吧 他实际上还要往下走 走到最高 然后再往下走啊 再往下走 这样 他这样一个 一个扫描的方式啊 那么 那么用这样的一个扫描方式呢 我们简单的计算一下呢 又比刚才236又减少啊 剩下208 那么比640呢 差不多减少了 三分之一都强啊 就是原来的三分之一 不到 对吧 所以效果还是很明显啊 效果还是很明显 那么扫描算法呢 要注意一点啊 第一 你要知道当前磁头的位置 在哪里 第二 你要知道他的扫描方线 往这儿去 还是往高了去啊 先往高了去 还是先往低了去 这两个都可以啊 但是呢 最后结果可能有差异 那么 这样的一个算法啊 这样的一个扫描算法 其实同学也看出来了啊 实际上 他到这个0啊 和到这个最高 是没有意义的 对吧 没有意义的 因为没有搭载的数据 没有意义的啊 所以没必要去啊 没必要去 没必要去的话呢 我们用另外一种算法 叫做什么 叫做Lock 啊 叫查看算法啊 查看算法 我们有的教科书上呢 把查看算法称为扫描算法啊 扫描算法啊 这个也有一定道理 为什么这么说呢 其实这个扫描算法 其实大部分是不用的 你你不到那去 你你去扫什么呀 对吧 你需要你才扫啊 但是呢 为什么会放在这呢 因为一开始设计这个算法的时候 扫描算法是最简单的啊 反正这个头就是从头到一到尾 从头一到尾啊 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 无论是启动刹车 启动刹车呢 它相对比较简单 你像Lock算法的话呢 就会有一个问题 你觉得说 这个下面是到十四 到十四下面没有了 它就要掉头 对吧 那么有一些系统开销 要判断有没有啊 也可能不到十四呢 也可能到了二十五就要掉头 对吧 每次都不一样啊 所以这个磁头有可能都到那 回了一半 又过去 又回到那 扯来扯去啊 有可能会这样啊 那么对于这个设计 这个具体的算法是不利的啊 但当然现在我们说呢 这个智能化设备越来越高啊 所以这些都不在话下 所以呢 用Lock算法也没问题 所以Lock算法呢 它是什么 到了十四就不往下走啊 到了一百九十九以后 不往上走 不走 到头就回去了啊 那更像我们的电梯 对吧 我们坐电梯说那个顶楼没有人 你上去干嘛啊 这是有道理的啊 那电梯下来了 说地下室没人 你也不要去 对吧 是这样啊 是这样 所以这个磁盘调度算法呢 大家根据这个题目的意思啊 自己去掌握 去把握 它的这个计算啊 这个题曾经考过啊 这个磁壁的调度算法 有一年曾经考过 而且呢 呃 说是用的是叫电梯算法啊 但是呢 呃 实际上呢 它并没有 给出的条件也并不是很全面啊 好 那么 这个算法其实它还是有缺陷啊 什么缺陷呢 就是它有一些不公平啊 偏好 对于这个 位于这个啊 两端的这个数据啊 它是呃 吃亏的啊 如果你这个数据位于磁盘的中间 你是呃 应该是有偏好啊 为什么 就是它在扫描的时候啊 呃 中间是它经常经过的地方 啊 两端 它一般去的比较少啊 因为我们知道电梯不也是这样吧 对吧 电梯 一个电梯 可能一楼停的最多 对吧 顶楼扫 地下也扫 啊 所以这个是有偏好啊 那么为了改善这个效果呢 我们又 加了一个叫循环扫描算法啊 所谓循环扫描或者叫循环查看算法呢 它就是单向啊 你比如说这个例子当中 现在磁头停在53 然后呢 往磁道真大的方向移动 那么在过程当中 它就搭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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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 呃 如果是循环扫描 那就是扫到最大 啊 快速回去 然后接着扫 啊 回到零 接着扫 如果是循环查看 那么不到最大 就到这183 就回去了 回去也不回到零 而是到14 叫循环查看啊 算法 那么用这样的一个方法呢 有一个很大的好处啊 就是说它回去的时候是不需要停的 对吧 哎 它不像要寻到 要要寻到 它不需要停 所以回去会非常快啊 回去速度非常快 就从刷一下就回去 这个时间很很少啊 我们有时候去看那个磁盘 如果有的样板的哈 上的有块玻璃的 你去看那个磁盘 在那扫 那个往回扫 确实是非常快啊 所以呢 这个时候我们计算下来呢 它所扫过的磁盘 只有183啊 只有183个磁盘 再加上返程的时间啊 再加上返程的时间 如果你返程不加速 你也跟那个一样 那么这个时候你 你磁盘就多了 对吧 我们说 这个证程183 你返程200 加进去就300多了啊 就失去了我们循环扫描的意义 啊 所以一定是返程 一定要有时间啊 那个呃 10年还11年 当时考的时候那道题呢 就没有告诉你返程时间啊 所以当时同学做的时候呢 返程少过了啊 多少道 你就得把这多少道的时间加进去啊 所以实际上呢 啊 这个效果 就是没有这个调度 调度的最后的效果反而不好 是吧 哎 那么如果是有返程时间 我们看到 他的那个 从208又减到了183 啊 从最早的640 640到183 嗯 差不多四分之一 啊 是原来的四分之一多一点 对吧 四分之一多一点 啊 哎 那就很厉害了啊 就是节约的时间是很多了 啊 所以瓷壁的调度算法呢 应该说 从考试来讲呢 确实考过啊 以后还会不会考 呃 这个说不好 啊 还说不好 可能会考啊 但也可能不考 啊 也可能不考 啊 但问题也不会太大吧 啊 应该 这个知识 应该是很容易理解 啊 好 那么这是瓷壁的调度算法 啊 那么这是啊 还 还有一个循环查看啊 也把它拿出来 这个时间更短 啊 这就四分之一 还还少 啊 对 行吧 嗯 这比较简单了 啊